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私房叉老将相继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少少二维码了解一下 来介绍叶建勇的文章 叶建勇很久没有上我们的节目了 叶建勇呢 他强调 加入CPTPP 是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他认为天下没有免费午餐 一个上司自我革新能力而不惜 饮枕止渴 靠所谓的倒逼来推动进步的国家 很难有伟大的前途 他说的国家指的应该就是中国 那么叶建勇 他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政治学的博士 那么他今天发表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文章题目是 加入CPTPP 是否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十二个环太平洋国家 2015年10月5号在美国的主持之下 达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协定 TPP 这是为21世纪设立贸易规则的贸易自由化的协定 引起了全世界高度的重视 因为这是个刻意排斥中国的一个协定 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我们绝不允许中国这样的国家书写全球经济规则 规则要由西方来定 他说 协议的达成当时没有引起中方的警觉 相反 中国国内舆论普遍把TPP 解释为美国推动下来去全球化 相对这个内流在全球国际分工处于半边缘地位的中国 半边缘地位 则以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新旗手自居 其实呢 仅从TPP设定的规则就可以知道 这个协定不仅跟去全球化无关 相反 它代表了美国力图重建了一个没有中国参与其中的 自由化程度更高的新的全球化的大趋势 越建勇说 经济的互相依存并不必难带来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和谐 在中国在2001年12月加入世贸组织前夕 美国接触中国的政策 已难浪位于恶制接触的政策 当年年底美国发表的核态式评估报告 就很明显公开的把中国列入七个必要石 可对其实施宪法制人和打击国家之列 如果没有918事件之后 美国国际战略的转变 也就由传统地缘政治争夺 转为全球反恐战争 911不是918 那么没有美国这个战略的转变 是否还会出现中国入市之后 黄金十年经济高速成长的奇迹 还是很值得怀疑的 江泽民当时处理这个东西还算是比较果断 美国愿意接纳中国入市 首要考量是什么呢 是当时的中国国力实在太弱 根本不值得美国焦虑 而把中国深度的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可以更好地服务于美国的远东的经济和战略利益 西方国际关系学界近年的研究表明 中国入市出尽而非剥削落了美国的远东的重要国家利益 不仅如此 美国的政治精英也从未被中国的逃毁战略所迷惑 如果没有2007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 美国对中国打开打贸易战的时间可能要大大提前 事实上 2011年11月奥巴马政府转向亚洲的战略施施 且跟中国脱钩日益成为美国 从经济上遏止中国的重要手段 但不同于2018年特朗普政府开启的关税战 奥巴马政府主导了TPP的谈判 则是削落中国更厉害的经济武器 很多人不了解这一点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花点时间介绍了TPP的要害 主要在三个方面 就是相较于WTO TPP规定了更高的劳工标准和环保标准 严厉限制对国有企业的补贴 WTO规则究竟本质是诱导增长 抑制赶超 诱导增长抑制赶超 通过鼓励外向型经济 同时限制成员国的保有产业政策 方面的经济主权 迫使后发国家放弃经济民族主义 WTO所含的所有反发展的经济规则 极有可能性后发国家的有增长无发展 就半边缘发展的中等收入的陷阱 中国当时就有这样的危险 按照岳建勇的分析 奠定中国入市之后出口导向增长奇迹的全部奥妙 无外乎 无外乎 低人权的优势 以及对环境的肆意破坏 提高这两方面的标准 包括允许组建独立工会 将直接削弱中国产品的成本优势 对国有企业补贴的严格限制 要极大束缚地跟中国制造2025相关的产业政策的实施 会让中国企业的产业升级困难重重 可以说TPP的出现 去削弱了中国的增长潜力 也抑制了中国的发展能力 对中国的结构转型和现代化进程 形成了重大的牵制 当时中国面临两难的选择 你要加入 短期内贸易机会会得以保存 但产业升级和长期增长潜力会受到严重的抑制 不加入TPP的贸易转移 某转移转移的效应 所导致的贸易机会的上市 会立即危及中国当下的经济增长 社会政治后果没有办法预料 尽管你的发展的自主权不会受到影响 叶静勇说 令人费解的是 中国国内就加入TPP以后的群衡 迟迟没有见到分晓 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从事政府们研究 2018年3月 TPP的成员国在美国永久退出 2017年1月 在日本主导下达成了新的协议 更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的协定 叫CPTPP 三年半之后 2021年的9月16号 针对中国的澳英美军事同盟 达成了第二天 中国商务部向CPTPP正式递交加入申请 这个做法带有化解日益沉重的地缘 政治压力的明确的意图 这个时候的紧迫感 也被世界所感知 接着加入CPTPP 被写入了中共20大的报告 2022年的10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进一步做出了加快加入CPTPP的决定 好奇怪 按照叶建勇的说法 CPTPP的中国迅速升温 说明它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对地缘政治的考量 而优先满足应对当下经济困难的目标 毕竟维持经济增长 事关政权的合法性 因此CPTPP被呼吁倒逼改革 二次路式的神圣的内涵 但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90年代争取世贸以来 类似所谓倒逼改革 二次路式的说法不绝一尔 但问题是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历时45年 45年之后 还要依靠外力的倒逼体制变革 这不是证明了 这个体制已经僵死 故事僵化 僵死到毫无自我变革的能力 第二 二十二年前代价高昂的路式 就被描绘为倒逼改革 当时的流行说法叫政府路式 就迫使政府朝向公开透明和法制化方向演变 当然这一次的倒逼时效如何 大家有目共睹 第三 外向型的战略从长远看 并不适合中国这样的大国 这是李光耀先生生前所谓 既然在2020年5月提出正式的内循环 据而提出建设国内大市场 作为应对贸易战和新冷战的大战略 但是这依然运行外向型思路 而且表现得特别的薄切 这种薄切的态度 很容易被谈判对手所利用 何以它就能成为 中国走出经济困境 竟然走向自主发展的灵丹妙药呢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不加入CPTPP 就是不是死路一条 特朗普上台后 美国立刻退出CPTPP 这是美国 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战略上的失策 但继任的民主党拜登政府 迄今也无意重返 为什么 因为美国政府正在以空前的 经济民主主义力度 来重振美国的核心竞争力 美国自身就是个大市场 重获竞争力的 在工业化的美国和CPTPP之间 谁更需要谁 是不言而喻的 像美国这样极度重视自身主权 明确把经济安全 跟国家安全相提并容的国家 决然不会为了重返而重返 CPTPP 除以后者满足他在国家利益上的事情 这一点点出了美国的经济 民族主义的本质 叶建勇的意思说 当一战结束到现在 拥有广大的国内市场 对国家生存的发展的重要性 以为各国精英所认识和重视 在魏马共和国时期 具有自由国际主义倾向的 德国外长杰出的政治家斯特莱斯曼 他也认识到 要拥有近乎无限资源 国内市场极其广大的美国乡政争 必须让德国在地理上 控制具有1.5亿人口规模 这些资源富足的西欧的相当部分地区 以及中东欧的广袤的空间 否则德国没有办法实现规模经济 为此达到了目标 这就是数主义民族主义在所不及 纳粹德国 所有的战略是为了控制这个市场 所以斯特莱斯曼的中欧大市场 这样的理想在二战之后 居然成为现实 很幸运在战后自由民主秩序 逐步生根的大趋势下 德国联合法国 推动欧洲大市场的建设 而不是通过战争 这就是再度成为了一个经济的巨人 举足轻重的经济超级大国 有点今天的欧盟 叶建伟说 中国已具有帝国般的地理和人口规模 这是让很多国家心信不疑的 有力发展条件 只要采取恰当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措施 尤其是建设好统一的国内大市场 把它转化成为足以支撑国家产业升级 和经济转型的强大消费力 这本身就足以成为中国在外交上 有力的谈判筹码 从而以最小的开放代价实现自主发展 并非不可想象 这彼此风险重重前途不灵的 陆汇CPTPP 是不是更有利于中国长远的民族利益呢 我估计北京包括商务库在内的智囊们 没有人考虑这个问题 这些年来习近平先生请到政治去上课 几乎没有请这样方面的专家 所以叶建勇说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一个上司自我革新能力而不惜饮整止渴 靠所谓的倒逼来推动进步的国家 很难有伟大的前途 要改立正式自身的问题 尤其是体制弊端 在这个基础上重塑新的改革与发展共识 经略好中国自身的大市场 以历史为鉴自主发展 应该成为中国政治家的光荣使命和历史责任 中国政治家的光荣使命和历史责任 现在是不是已经有这种意思呢 不知道 不知道已经成为了 现在的北京很多联会上 权威专家回答任何困难问题 答不出问题的标准答案 不知道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好 最好 天的 还值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